人医的养成是一条艰辛漫长的道路 还没期望停留患者身心病痛 以爱与关怀 丰富最初投身医疗的热情 使命 今日医师们成就了过去的不可能 明日一样高山一样大海 这股力量持续驱策迈步 黄思成来自嘉义铺子的教师家庭 18岁医科榜首进入台大 父母之命选了副采科 病人眼中的黄思成低调寡言 看病却自有一套厉害的黄氏特效药 既然黄教授是坐在开刀房的前面 那边等着我 然后说教授你这么早就来用 对啊 加油 很大的子宫肌瘤8公分 而同事与学生眼中的黄思成 黄思成温和却认真 像是布袋系里的老和尚 他把膀胱跟迷 他的开刀的技术 就像那个以前看布袋系里面的老和尚 功夫最强的 从医科榜首到一届龙头台大医院 黄思成45岁容任台大副产部主任 49岁台湾副产科医学会面临存亡危机 他勇于承担理事长 面对挑战 斗到后来被内政部接管 结果黄思成教授有七年小子 然后那时候才上等 加油 四十多年的临床服务 教学与研究 面对医疗环境的变迁 医疗器材日新月异的发展 黄思成将如何在这些变动中 传承医术与典范 可以做更多救人的事 救人不一定要用医师这个角色 不用怕 来 可以 我帮你出这 Fighting 因为有管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尽量尽可能在一点钟之前通过 四点多就来医院 来到办公室 还没有新法相以前就先看事 那个是习惯 从以前就这样 每个清晨读书身与佛法身相伴 喜欢安静的黄思成 来到台北慈悸医院后 爱上了这样的习惯 知佛世尊 出现仪式 佛法对慧命增长 我觉得是很有帮忙 至少让我们的心会非常的平静 做什么事都会按部就班 好 早 早 感恩 感恩 好 慢慢走 谢谢 我有时候 运动 这样 对 好 需要帮忙吗 对啊 谢谢 好 志工早会完 开完还 走那么快要去哪里 要去病房 好 这样就报告 好 早上八点 夫产部的例行会议 即使副院长工作繁忙 黄思成几乎全年无休 亲自主持 大早昨天 昨天是3月3号 然后病人总预算是24个 然后产科11人 产科9人 李主任有什么留言 产科 怀孕加肌瘤 身边的李玉祥医师 是引荐黄思成来到慈激医院 两人的交情 从三十多年前 互转病患照护 就开始建立 过了几次见 没有胎症的医生 那我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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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情绪寺 我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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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医生 我 还会生死 往后 因为要开刀了 不要看门诊 那 陈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他其实是肚子痛来 然后他在马街 就已经有切过CT 就是两侧有Obering Sister 陈慧结束 黄思成抓紧时间寻病房 邱小成第三年住院医师 慈激大学医学系毕业后 选择妇产科 就是受到黄思成的启蒙 那时候可乐可乐跟教授查房的时候 就很深受感动 我非常佩服他的就是 他每天早上 一定都是很早起床 然后去参加完志工早会 一定会来看过病人 然后下午再离开医院前 他一定会再把他所有的病人 再看过一次 好 走 早安 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今天比较不痛 黄思成是台湾腹癌权威 很多棘手的癌症病患 经由他的治疗 都有不错的预后 邱小成跟诊期间发现 教授虽然话少 但就是有股能让病人信任的 黄氏特效药 他本身长得就非常的菩萨 然后就是又很灵危不乱的 那个表情跟神情 然后很稳重 很多病人只要看到教授 原本就是已经可能已经病炎炎 或是很没有精神 他不需要说什么话 就是伸出手 握着病人跟他说 可以的 你可以的 没问题 他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 然后病人就流泪 然后他就觉得说 好 我相信 好 加油 谢谢 谢谢 不错啦 这次开了很舒服 好 感恩 他有时候会很幽默 很调侃 病人就要哭着跟他说 教授我会死吗 教授说不会死 不会死 我都开完刀就是要看血压 不好 希望可以追随教授的脚步 然后也成为一个可以给病人 然后给接下来的学弟妹 一个很棒 成为一个很棒的模范这样子 药医师早 走 徐黎暖大表就进来了 不好意思 我这清菜 自己的就这些 要跟我们的王医师分享 好 等待 85岁的徐黎暖 有着与黄思成 累积近30年的信任 当时徐黎暖子宫颈癌初期 黄思成在台大医院 为他进行子宫根除树 一直照顾到现在 对医师的感念 让原本排斥看妇科的许黎暖 三十年来规律追踪 许家四代三十几人 都是黄思成的铁粉 他这样的亲切 大心 让他的感觉 我没来不行 我的身体 就是他照顾好 让他的感觉 就是这样清淡感 和一个会儿 像我们家的家庭医师 林淑芬 好 林淑芬 15年前因卵巢癌第三期 在朋友的推荐下 成为黄思成的病人 过程中虽然复发过两次 因为黄思成的严谨追踪 都顺利过关 以他对我的了解 一点点好像怪怪的 所以他就当机立断 就做一些断层扫描 我觉得他都把病人的身体状况 当成是他自己的事一样 很在乎 很紧张 罹患小儿麻痹的林淑芬 从小开刀看病无数 面对癌症复发与化疗 比其他病人更辛苦 也只有黄思成 能给他安定与力量 我头一次遇到我在开刀房 要进去的时候 竟然黄教授 是坐在开刀房的前面 那边等着我 然后说教授 你这么早就来 他说对啊 加油 我说黄教授 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他已经在开刀房等病人了 康复后的林淑芬 把这份感恩 用行动去鼓励其他的病患 拜托他 现身说法跟他们 在台大那的时候 来这里 来这里 因为有几个病人 不想做 汤气签都有效 好 教授我外面等 好 谢谢教授 今天只有三台 灯孔的互通病 现在做右边 也是同样保留暖炮 与黄思成一起执刀的 是他的学生黄佩慎 从住院医师开始 跟着黄思成学习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我们那时候当他的学生的时候 他手把手带了我三个月 就是从头到尾做到我方面 做了三个月 他会把他学到的东西 跟他的手术方法 变成一个系统 然后你就是每天都做 一样的事情 然后把一样的事情 锻炼得非常的熟练 教授刀品很好 我在台大 我觉得刀品 算十一十二好 就是教授上刀 不会生气 黄佩慎敢念教授的指导 虽然现在已经是主治医师 但依然找机会 与昔日恩师一起开刀 彼此教学相掌 像这般手把手 无私的师徒传承 启发于黄思成的恩师 李卓然教授 台湾子宫颈癌手术的先驱 他如果看你的技术可以的话 他就让你当指导的 那他自己当治手 这样陪着你开 这样让你慢慢的成长 从下面推走 所以要先打主水针 黄思成不仅务实 也愿意创新 90年代初期 台湾一介引镜 妇科妇腔镜为创设备 但台大却迟迟没有跟进 为了病人有更好的愈后 以及后备长期的发展 当时已经50岁的黄思成 带着年轻医师 投入腹腔镜手术 黄复当主任的时候 他其实影光放很远 而且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腹腔镜台大要做 病人来都要看教授 年轻医师自己要做 做不太起来 所以等于说教授有开始 黄复有开始做的时候 就可以稳定地做下来 张文君是台大副产科 副腔镜手术量最多的医师 当时与黄思成在台大 开始副腔镜手术 早期副腔镜有三个洞 需要两位医师配合对开 师生粮默契十足 让台大的副腔镜数量 集起直追 也建立了一套 副腔镜手术的标准流程 其实开肚子和开副腔镜 是完全一样 只是你用的器械不同 方法不同 所以我们来做副腔镜 其实也很快 觉得后来做了 也觉得是很简单 十年前以前开一台副腔镜 的子宫全切除手术 可能要四个小时 现在我们可能一个小时 就已经下来了 那是因为我们在 每个手术中间都有在进步 但还是因为有前面的学姐 跟老师墊下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才可以这么快的 从那个地方发展到这个地方 像当时的副腔镜就是这样 就只有一根管子 那只有开刀的人 才看得到 旁边的人只能当住手 而黄思成对台湾副腔镜 副腔镜的最大贡献 就是将副腔镜开刀的 标准流程编撰成书 也是台湾副腔镜手术 唯一的中文书籍 副腔镜的历史开始讲 那最重要的就是也介绍 气泄会故障 会坏掉怎么处理 还有核病症 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病发症 那些病发症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这本书的共同作者 现任台大副产科副教授 许伯钦回忆 里面的资料 都是老师与学生在手术中 整理出的经验 以及后续发展出的新做法 副腔镜做的蛮多 包含腫瘤血管的阻断 像淋巴性的摘除手术 在2003年完全投入这一个 微创副腔镜 还有癌症的治疗这部分 本个12年时间就发表了 30多篇 微创副腔镜方面的论文 而编撰这本书的灵感 来自于副腔镜的十组 德国副产科医师 Kirk Sam的德文著作 精通德文的黄思成 当时靠着这本书 自学副腔镜手术 前后至少看了十几遍 照他的方法 做也都会成功 所以我们就 把我们开刀的经验 也要写一本 诗给台湾的人看 那我们的精神 就是以图片为止 那简单的说明 这本副科副腔镜手术精药 几乎成为台湾副产科 住院医师 进入腹腔镜手术前必读书籍 可以说是初学者的SOP 他写的步骤都是最重要 最精简的 然后就很容易让我们了解 要做什么 然后他用的手术图片也很清楚 所以再搭配下你就是初学者 一开始在接触腹腔镜很快就看得懂 把皮切开 切开 深一点就看到肌瘤 肌瘤就亮亮白白的 肌瘤铺露出来以后 用螺旋曲子把它抓出来 除了编撰书籍 黄思成还经常带着学生读书研讨 许波青回忆自己这几年 在腹癌免疫疗法的研究成果 都是教授当年的扎实训练 看完病人七点多到开刀的时间 或者是门诊的时间八点之前 还要再跟他一起读书 所以要到他办公室 然后读书读给他听 然后看读到的什么 报告那些研究内容 所以时间是很紧绷的 并且做的研究非常深入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年 大概都可以发表 三到五篇的国际论文 喜欢读书做研究 黄思成受到从事教职的父母影响 嘉义中学毕业后 因为双亲的期盼 放弃保送成功大学建筑系的机会 自己觉得考的时候也不是很好 不过放版的时候结果还不错 是什么要的成绩 也就是医科里面 这是第一名 尽管目前担任副院长 行政工作繁忙 黄思成仍然以身作则 鼓励学生要持续精进 好 谢谢理事长你好 黄思成这天 遇了两位前任的 副产科医学会理事长 带着一些收藏 打算捐赠给副产科博物馆 黄思成教授是第43届的理事长 蔡明贤教授是第14届 我是第19届 都是前后任来 对对对 所以我理事长的东西都放在这里 因为理事长是代表学会理事 你个人的东西就是缩影 这间全台唯一的医学会博物馆 2013年由谢青鸿医师筹设成立 保留了一个空间 专门给历任理事长 黄思成捐赠了编写的著作 老照片以及证书荣誉 我想说来关华学会 可以研究保存 这也对很多人要了解 这件事会更清楚 今天是台湾空间 台湾空间 台湾空间 成立得大成 馆长谢青鸿说 博物馆内许多重要史料 像是妇产科百年史 妇产科医学会50年 还有许多重要的论文 都是出自黄教授的整合与编撰 他对我们妇产科文物的 收集跟保留贡献很大 那这些文物 当时如果没有保留起来 我们早一遍的妇产科的历史 比如说在1960年到1980 甚至更早的 我们就没有了 这台是1976年 台湾第一台 雷射首逝 十四届的理事长蔡明贤 他与黄思成在医学会 是前后任 蔡明贤回忆 当时学会内部出现纷争 又有财务危机 面临解散的命运 解散以后 结果黄思成教授 有七年小子 就从会员改成会员代表 十个会员选一个代表 然后那时候才上回答 黄思成当时邀请蔡明贤 担任监事长 号召大家共提时间 开源节流 才保住了妇产科医学会 讲师来演讲 就没有钱了 就义务来演讲 那理监事开会 也是要自己吃钱 我们也有推出永久会员 就说一次交五万块 两年内就还了一千多万 黄教授他的协调能力 跟人相处的优点 就是不太认真 但是有事情他可以解决好 黄思成因着自己的好人员 与肯做时做的用心 化解了医学会的空前危机 在何鸿能眼中 黄思成是位数得兼具的前辈 每次讲一个话 或者是他的开刀的技术 就像以前看布袋戏 里面的老和尚 功夫最强的 老和尚是指我 那时候在台大的策号 叫老和尚 同事们给的老和尚封号 可以看出黄思成低调内敛的个性 工作上无私心 对名利更是淡泊超然 农历年节刚过 昔日的学生来到家中拜年 这也是黄丕家族的传统 台大过去就有这个传统 我们老师那个时候 我们过年 也都会去老师的家里办 所以现在我也当老师 比较老了 所以他们来 都祝发兴来 好 新年快乐 这群学生都是在住院医师时期 选择妇产科为次专科 当初他们挑选黄思成来指导 就是希望自己能有黄丕家族弟子 扎实的训练过程 他每一天一定六年半就要查房 然后你就变成从病人到门诊求诊 到后来开刀 到术后照顾 到回诊 基本上就是我们全部都参与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照顾起来 等到自己变主治医师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实用这样的经验 他让我们建立信心 因为从看能怎么做 慢慢进步到说 我可以去做主我也可以做 我觉得老师就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好的带着我们一起就是成熟这样子 好 一 二 三 现在黄丕家族的成员 都是各大医院妇科肿瘤的主治医师 继续传承着教授带给他们的技术与态度 年纪渐渐大 那看到学生都比我们厉害 这样当然是很高兴的一件事 并有的关怀 对台湾的妇产科使用的保存有极大的贡献 2014年的医师节 黄丕诚获得了一届的最高荣誉 医疗典范奖 在大家的眼中 颁给黄丕诚是明治实规 但他把荣耀归功于慈记与证言上人 所以来到慈记以后 我们有很多医疹的机会 那要去仿视病人嘛 上海也讲病人走不出来 我们就走进去 黄丕诚来到慈记 如同老和尚找到了最终的归属与天秘 他继续带领年轻医师 也编撰了慈记的 副科学及产科学两本重要著作 教育慈记的医疗人才 能够编持续护科学和产科学 也是觉得很光荣 而且刚好现在也有体力 也有那个脑力 可以来做这件事 黄丕诚的医生 对病人 学生 同事 都秉持着一颗最简单的平常心 正如老和尚 无私无我的最高智慧 是白色巨塔中的一股清流 默默地用言教 声教 为台湾医界留下典范 一个医师 虽然退休以后 或者还没有退休 也可以做更多救人的事 救人不一定要用医师这个角色 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那这个大概只有上文 还有这个智慧 还有这个制度